谁这个是不来得挺好的 你知道为什么你刚刚回来 我就带你来这家店吃饭吗 为什么 你知不知道我小的时候啊 每当我考试成绩特别优异 或者是被老师骂心情不好 我都会让我妈 带我来这个地方吃饭 虽然这地方的面很贵啊 所以呢这里它记载了 我一路成长的所有的开心与不快乐 我是想在未来的路上 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分享我的所有 开心与不快 你愿意吗 嗯 怎么这么面前啊 愿意 你愿意做什么呀 吃饭 菜单呢 这儿 蟹肉肉蟹黄金蟹太极未上市 所以你的选择呢只有两个 然后这两个里边呢蟹肉肉好像听老板说 今天 卖光了 三百六 那么贵 你有钱 你请我 那走吧 蟹肉肉 面来喽 这是老板 看看怎么样 走吧 女朋友啊 不错 今儿女朋友都来了 喝点小酒煮着馅 可以吗 一点点 等啊 好香啊 看看 喂喂喂 现在今天我女朋友都来了 要不然坐下来咱们一起喝一杯 哎 你们年轻人的事我就不掺和了啊 来 慢慢喝啊 好嘞谢谢 找这什么意思啊 说我棒 说我优秀 她的意思是说 她的意思是说 你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 她说你很有眼光 因为你找到了我 找到了一个这么胖胖的你啊 哎 我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要诚实地回答我 好 慢吧 就是 就像夏总监说的那个样子 你在公司碰到我 真的会尴尬吗 分情况吗 比如 比如说有的时候呢 会有那么一点未来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就去跟陈阳说 我以后在家里办够 这段时间我也要好好地想一下 其实咱们都有自己的工作 好不应该轻视你的风险呢 所以呢 很开心我们两个可以继续做同事 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该 谢谢唐总啊 怎么谢 你 又来 谁这个是白天好 你骗我 我看到了 我真的扔了 那你把手伸出来 你看 那你又是重要的 我谈恋爱的时候 谁都不能打扰我 妈 你回来了 我说你怎么不早 我说话我去接你啊 我告诉你 你让你男朋友开车去接我啊 你都看到了 嗯 这是 是上次我在蓝人坊 见到的那个男生吗 嗯 莫非 你这次回国 就是为了跟他见面啊 当然不是 我就是 刚好放假 回来帮朋友的忙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 让妈妈见见他 这问题好 嗯 嗯 但我我要先问一下他 你也知道了 他 他挺忙的呢 好了 好了好了 我不负你了啊 来 跟妈妈讲讲 在巴黎的学习工作生活吧 来 咱们聊聊天 好 你想说什么 我听着 明轩的事情 你真的得上心 你没发现雪凌最近一段时间 都没来我家 他们之前肯定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也咱都不关心啊 这个红娘牵线不是硬牵的 雪凌多好啊 人又漂亮又有才华 她要是娶了雪凌啊 她就幸福娶吧 又能帮她打理公司 又能帮她照顾家庭 而且门当户对这件事 是很重要的 还是雪凌啊 妈 明轩 妈 正好你过来 你妈有事情要问你 你自己问 你自己问 天天对我那么好奇 又想为什么呀 你是我儿子 我当然好奇了 你不是有女朋友了吗 你是不是应该安排一个时间 让我们见见啊 以后你们俩真的好了 我们跟她父母也要见见面呢 妈 我这阵谈恋爱呢 其实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我们也没有条条框框 但是门当户对 那是最基本的 你说这世间的感情有几个 能够像你和我爸这样 遇到门当户对 有种幸福的 对不对 我也得靠缘分 是吧 有感觉有缘分 那是不会长久的 只有门当户对 才有和好的婚姻 你相信妈吗 妈 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现在还不是一个 特别适合的时间 到了适当的时候 我会把莫菲带回来 让你和我爸帮我把下关 好吧 真的是那个莫菲啊 雪凌跟我说 我还不相信 莫菲我见过 来过我们家 她不行 如果你找一个 跟雪凌亲口相当的 我可以理解 也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是她不行 因为差得太多 你笑着嘛 不是 你对人家根本就不了解 你为什么下这个定论啊 我不用了解 我看曾经一样就知道 凭她的家庭 胆情家庭出来的孩子 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妈 我现在我跟着工作了一天 我这脑子又 有点不撞 我不跟你聊了 爸去休息吧 走老妈 你就敷衍我吧 拜拜老爹老妈 你不听 晚安 你会后悔的 你刚才说 那个莫菲你见过 见过哪过我家 雪凌谁找的 小小的一个 就没雪凌好 下次再到家里边 我也想见你 你会后悔的 当然了 儿子喜欢谁 我最喜欢谁 你站在他那边呗 他话还没查完呢 你看你的书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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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